好了,我们现在听的是《轻轻松松九中聚》 刚才说到邓飞 邓飞...他那里...当然有些网友对他很不满 那些留言我就不逐一读了 因为有些留言被YouTube自己判断了 我刚才在休息时间看到 但我那些留言都是免得读了 因为YouTube自己把那些留言判断了 他不是判断了,他就是要人去检验 有没有问题 我免得读了,免得我又被人说有问题了 好了,讲一下封面的话题 这就是的士司机反对Uber 有17个的士团体 他在星期三的时候,即是22日 就会在非凡忘时间罢工 抗议白牌车平台Uber 这个详情稍后公布 我就说这些的士团体 真是恶久的 对不起,不想这么说 你如果抗议白牌车平台Uber 其实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做的 就是提升你的服务 第二个方向就是 不要纵容黑敌 这两个基本的事情你都没做 你就不要跟别人说 现在抗议白牌车平台 其实很多香港人为何被逼要用白牌车平台 就是受得太多的士司机的气 虽然我也说了很多次 就是说 我自己个人没有觉得的士司机不好 但是我每次这么说 节目下面也有很多网友留言 你不是经常在香港住 你也很幸运 我也接受他们的说法 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很受气才会说出来 因为网友大部分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当然看到的士司机做得很差 才会出声双叉 我说的 好了 天下第一爷就说 德国十几人有卵用吗? 其实他们这群七分咕噜不是这么说 他说会有四百多架的士响应 如果有四百多架的士 他罢工的话 我就告诉你 Uber又可以做一圈厉害的生意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是截不了的士 才会搞Uber 很多时候也是 或者等的士等太久 然后就按Uber 我告诉大家的实情 滴滴滴滴滴的士有很多不上客 其实就是 Wincent Lam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士 根本就不接街客 他们还要选择 短途客他们就不做 其实我现在 说真的 有时候我也知道 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坐的士 我也要说清楚 为什么不喜欢坐的士 就是 很多的士司机 不喜欢做短途 好了 有些是 灰热人类命的共同体 就说 应该跟过满行车纪录 而所有东西都拍完才能够提升复材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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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应该就是拍车外面 以及拍车里面 都是要拍的 这件事情就是保障大家 我的看法就是 正棍分类员说没错 变成一堵自己买 他说四百多架 他说大部分是新界的士 在新界露天停车场集体晒车 你就浪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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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就叫 Uber 吧 Sand Play Lamb 說叫 Uber 比 Call Dex 更快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的服務有問題 老實說,你們的服務有問題才會這樣 是不是? 天下第一爺就說 是啊, Uber Taxi 多倫謝你 叫你快差點罷洗 Uber Taxi 在 YouTube 不斷賣廣告還說OK 其實 Uber Taxi 他們沒有做爛市 其實在香港有些的士司機是做爛市 譬如八折的 其實那些是做爛市的 不過,那些人是不理會的 其實業界根本不知道自己本身有問題 就是現在香港的士業界 那麼 何利翊就說 我不是每次盤點到半夜才坐的士 正常時間一定不會坐 其實 晚上的的士服務現在是越來越差的 這是根據一些幫友的留言 我才說的 其實我一直都很偏淡的士司機 我在節目裡很少說的士服務不好 因為我坐的士的經驗 那些的士司機都不是很差的 這個我一定要先說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但是有很多幫友就是一吐氣 事實就是 好了,那Sylvia Lung就說 那些司機都是傻的 他們有什麼barketing power 又不是只有他們可以接客 他們現在就是說政府 不禁止白牌車 Uber這個白牌車就是擾亂社會秩序 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擾亂社會秩序的不是只有Uber 那些黑的也是擾亂社會秩序 那些黑的根本就是搞到 香港的形象是很惡劣的 其實就是 我不是開玩笑,是真的 還有現在當然 就是運輸署他們 就是 說真的 他們 就找了的士商會那些人去談 其實一早就找了那些人去談 就不只是因為他們有罷工才去談 當然 業界就說要修例打擊黑的 以及取替白牌車等等 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現在他們說 取替白牌車那裡 政府做得很差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香港的士司機遇到的問題 跟國內的士司機遇到的問題一樣 我舉個例子就是在北京 北京的的士司機 都不喜歡持替白的那些人 但是 替白的在北京都是自由活動的 就是他可以做生意的 是影響到的士司機的收入的了 大家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有些好像替白的或者Uber這些平台 就算政府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禁止他們 我一定要說 在內地有些地方真的禁止替白的 不准有新客戶等等 不准做新客戶 好了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 政府 根本就不可能取替白牌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的士業界 根本就沒有辦法 滿足到香港 一般市民的乘車需求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Rosselman 就說 之前媽媽在生 在醫院門口的士司機 看到媽媽坐輪椅 開酒不接我 太多類似經歷 天下第一爺就說 的士自己行很多搞亂過市的人 有沒有見過司機位 比飛機更厲害的 我也要說 其實的士司機 我對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很寬容的 我一定要說 因為我到現在也是相信 這個社會 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印的 但是 的士行業裡面 你是自己做死自己的 你是自己搞死自己的 根本就沒有想過 如何提升服務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有些的士司機真的很好 真的做得非常不錯 但是 有些不是這樣 的士業界有些人說 2018年的時候已經試過 慢洗遊行和 霸洗 抗議Uber 白牌車平台 五年之後都沒有採取行動去取締 政府安排會面也是敷衍的 這樣 他們才再搞一次罷工 如果要 我的看法 如果你真的要抗議這件事情 或者你要弄得Uber 沒得做 你就提升你們整個業界的服務 我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Uber這件事情不是什麼新的 很多年前已經有Uber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們的士團體 你們的士團體 走的路在香港的士團體 完全是錯的 我自己個人見過 在澳洲坤士蘭 布里斯本那裡 因為我在那裡住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Uber Uber最初真的不合法 因為那裡也有的士牌制度 那麼 跟著呢 最初的時候 是怎樣的呢 他們那裡就是 Uber當然是違法去接客 跟著呢 政府當然要做些事情 那麼 政府做的事情就是 做Uber的人 都要接受的士水平的監管 究竟行不行 其實證明了是可以的 有些地方也是這樣 我現在住的地方也是這樣 就是 的士牌 這裡沒有這件事情 的士牌是人人都可以申請的 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像這裡這樣做 有的士牌做投資的人 那當然是糟糕了 現實就是 在布里斯本那裡有的士牌 那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不是說要求那些白牌車的人 都要買的士牌 不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 令到 雙方都是要競爭 拿客 譬如在機場那裡 當然有的士牌的隊 但是也有 Uber 接客的地方 他怕自在 因為政府收回的士牌 其實 實際情況就是 現在 我覺得香港 有一群 拿著的士牌的人 他們又不想在行業上投資 其實 其他地方不是這樣 他看到Uber殺進來 好像布里斯本那樣 他們的士公司就自己做個APP 因為 用APP去叫車方便 他就自己做個APP 他收費不會比Uber 其實到最後 我告訴大家實情 很多人 是不乘搭Uber的 就是乘搭的士 如果你的服務 提升到水平和Uber一樣的話 很多人寧願乘搭的士 當然 你的車子也要乾淨 各方面 為什麼那些人不乘搭Uber呢? 駕Uber的人 有些人不是專業司機 駕車其實 很不穩的 有些人是駕得很不穩的 而且Uber其實是很小的 我要說說有些地方 不是全部地方都是這樣 我以前在澳洲住的時候 我也有坐Uber 不過坐幾次我就不坐了 因為 那些車子太小了 然後我主要都是坐的士 用的士APP去坐的士 其實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為行業好的話 你唯一一條路就是提升你自己的服務 結果現在Uber還下了先手 搞Uber Taxi 那你就慘了 因為如果你自己搞一個APP 就是你自己搞一個APP 可以所有的士司機參與的 那麼 Uber就不能插手 但是現在Uber在香港也搞了Uber Taxi 其實你們的業界浪費了五年 自己也沒有自救 一直都是攤大手板 問政府拿政策 其實政府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我也說 因為你有的士牌制度 好了 你的的士牌制度 如果你立即第二天取消了的士牌 那些有的士牌的人 拿著的牌變成零 那你們其實是更糟糕的 其實是 本來那五年時間 你們的士行業的人 就應該提升自己的服務 潘汪就說 Uber真的要看你好不好坐 有時候的車真的很小 是的 我也要說我很怕坐太小的車 以前我也喜歡開小的車 但是年紀大了 坐小的車很不舒服 我會暈倒 坐在後面 所以 我結果還是要坐的士的 好了 Beth CKF就說 有些的哥真的是變態 有整隻蟑螂 十部手機 打機真的什麼都有 所以你們的服務參差不齊 你也沒有去提升整個的士行業 只是抗議白牌車 其實澳洲也試過抗議白牌車 在布里斯本那裡 但是 布里斯本那邊的做法就是 他們在機場那裡索性開給Uber搭 開給別人搭 其實他們製造了一個競爭 當他們製造了一個競爭的時候 你們的業界唯一一個方法就是要自救 別人也是有的士牌的 他們的的士牌價也跌到糟糕了 別人看到的士牌跌到糟糕了 他們的業界當然會自救 你說政府會不會取替Uber去? 不會的 為什麼別人不會呢? 就是因為 Uber這件事 也是幫助一般人找到食 其他人也要打稅 也要交稅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說要政府去 消滅白牌車 老實說 沒有可能 因為你們的士行業 連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就是提供服務 還有的士牌有什麼好處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們有好處 在街上有很多的士站 叫Uber那些人 不可以在的士站上車 是不是? 你們在城市裡 已經畫了一些位置給你們 你們已經有一些營業點 為你們而設 那些Uber那些或者其他那些叫車 基本上 就要在比較遠的地方才能上車 其實 加減成材就是有敵人出現 都不裝備自己 我就說說 好像拖得車說 那些的士跟香港的餐廳一樣 其實香港的餐廳真的不是那麼差 有很多事情都是一足高打一旋人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事情 老實實 我覺得 香港有很多事情還是很好 我一定要講清楚 你說的士司機是不是多數都是好 我認為多數都是好的 但是那些害群之馬 是很離譜的 我的看法是 周小就說 做一個優質的士司機證 包括服裝、言譚之類 我也覺得這是很可行的 但是他們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 你們的服務態度不能太惡劣 而且 現在是劏遊客那些太多了 沒有理由記者放蛇 放幾次都中 如果放幾次都中 我也是沒辦法幫你們的士司機 你現在就先提升服務 你現在這樣罷工 你們的市場份額只會越來越少 我講過實情 還有一件事就是 政府是更加沒有理由 去消滅Uber 因為你們提供的服務太差了 而市民的坐車需求 你們是滿足不了的 他們是沒有可能 聽你們說去消滅Uber 我講過實情 天下第一爺就說 以前也有的士台叫車 要多幾元也有人用 貪它方便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了 其實現在還有些車隊 是可以叫車的 可以預約的 在Facebook就可以預約的了 因為我其實回答很多時候都是預約的 他們照標收的 很好的服務 不是他們這些害群之馬 你明知道社會正在進步的 你這個業界 尤其是很多的士牌的的士大王 本來應該 拿些錢來投資到業界那裡的 如果到了一個位置 那些的士牌變零 那你就慘了 我講過實情 其實 為什麼 的士司機和的士行的人 是要自己救自己的 就是因為 一個政府很難 就真的取締Uber這類型的平台 為什麼 有意志一定可以 一定能做到 問題就是 這些東西是一個科技行業 做出來的產物 這些是創科的東西來的 其實是 好了 其實Uber在香港 忘記了是否創科什麼局 之前也有叫他們來開辦公室 就是Uber 所以 你們的士行都要看清楚形勢 如果你再罷工 就搞一下搞一下 你們的士行自己會收屁 我講過實情 999有貓用就說 政府也看到那些爛坦做什麼 你不要當別人傻才行 大家都有看新聞 其實問題就是 你們黑的太多 還有 有一次離譜得怎麼樣呢 在的士尾上寫著 鹽打黑的 結果那個司機是黑的司機 撲你街上 是這樣的 還有的士司機被人拍了 放風水陣 找錢找少給人的 特意放風水陣 讓人心水不靈 然後找錢找少給人 過骨的 這些惡劣行徑 你也這樣做 更加有需要引入Uber 是大條道理的 這些壞消息 每一次出來 支持Uber的人 就大條道理說 你們做得不好 我們提升我們的服務 好了 Winson Lam說 其實的士司機有沒有交稅和報稅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正經做 一天做一間做1500元 是做得到的 就是我講過的實情 有些人說 只有200元收入 你認真做的人 不會這麼差的 我也要講 有些人說 只有200元收入 做一個月之後 只有200元 那些是很懶的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其實是可以計算的 做Uber的人 他們做Uber的司機 其實有些人都放了上網 做Uber的司機在香港 如果你一個星期做7天 每間做10小時 這樣才算 一個星期可以賺 16000元左右 是的 不是開玩笑 一個星期可以賺到16000元 當然你還有辦法 增加收入 如果你是 用電動車來開Uber 其實是用電動車去開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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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有 香港是有 香港是有 Tesla的Uber 坐的 這不是我自己坐的 我沒有坐Uber 我回香港的時候 但我知道有人是拿特斯拉來做Uber 你問一下那些人 究竟 他們坐Uber 那個乘坐質感 是不是比坐的士 好 這一點 我覺得你的的士行業 你也要解答這一點 為什麼別人的車 可以做到乾乾淨淨 你的車就做到 邋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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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邋 但是它的版面可以簡潔一點 你弄一部iPad 或者弄一個Android的Pad 有幾部手機在上面 一個Pad 人家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差 你想想 弄十幾部手機在這裡 好像看不到前面一樣 有些情況弄到 那些人當然覺得你們不專業 對不對 我也講過實情 收捲兩就說 新年東涌去寶蓮寺 照標加309也未必接 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東涌去寶蓮寺 你就坐安拼衣服 也不要坐的士 只是我的看法 只是我的看法 就是 其實 的士他自己 也是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跟他競爭的 有些情況根本 坐其他車比的士更快 那Sam Pig就說 他也坐過特斯 Uber 其實 我知道 駕駛Uber的人 現在他們很扔本 做Uber的人 因為在香港你還可以叫Uber XL 那些人 那些大的七人車 有些是用大霸王去做的 其實 人家的服務就提升了 他說他百派車是犯法的 這樣說 他有什麼違法呢? 就是他取囚 沒有牌照取囚再客 沒錯 他是犯法的 但是他也是沒有一個風險的 事實是 還有 為什麼市民都願意去光顧非法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的的士太壞了 我也只能這樣說 尤其是晚上你根本不能接車 現在是這樣的 所以 有些事情我也要說 別人不喜歡你這個行業 就是叫的士司機做的士狗 不是沒有原因 雖然我也要說 我一直做節目 都很支持的士司機 但是 你現在出來示威的那些 去運輸處的那些 的士團體的人 去請願信那些 又說要搞罷工 你多餘 就是我的看法 他發自在就說 的士限制是用的 當然是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 但是 你起碼也要乾淨整潔 你明白嗎? 沒錯 你限制了全部都要用 豐田混能的士也好 或者用他們的 Crown Comfort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他們的車是 不是不舒服的 有時候你不幸運 上到一輛車 骯髒了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Kitty Mel說 先上車 不肯去目的地 就去警署 你有時間跟他玩 當然可以 我說過實情 坐的士也沒有時間 有些人就不想麻煩 結果就去坐Uber 現在是這樣 可能是犯法的事情 但是 現實就是 比你的麻煩更少 現實就是 周少說還有保險風險 其實保險方面 其實是不用怕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現在講過實情 Uber 他們說他會包底 這麼大間公司 他說他會包底 就包底 他沒有包底的時候 才找他去算帳 不是怎樣 那麼 炸油魚就說 證明的士會是廢 只會搞抗議 就浪費了五年時間 其實很簡單 他說要蓋白牌車 但是同一個時間 有多少關於的士不好的新聞出來 又黑的 又濫收車資 又這樣 那樣 還有選客 暫停載客 短途又不去 咫咫咫咫咫 明明是在的士站排隊的 排隊很搞笑的 你明不明白 那些客人就是在那裡 有時候第一輛車都不載 你要去第二輛車 好笑的 你覺得第一輛車 究竟想去哪裡 根本就不知道 Sorry 真的不想這樣說 但是 他們那幫人做事 真的有些問題 有部分的的士司機 那好吧 那算了 那我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明天早上 我第一線再見 拜拜 會選擇 乞車 走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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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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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